四野晶密安详 沙漠延伸至一望无际的天边 纯白与黄昏的星红交织在一起 没有边界 也没有瑞地的棱角 眼中所见竟是明连起伏的沙丘 若来自另一世界的旅客停住观望 可能会感受到它的宁静 甚至是美丽与纯粹 遗憾的是 我无法享受这样的错觉 因为我知晓 那无尽沙漠背后掩藏的谎言 横跨整个地球的藏海索 七十亿人类的灵魂被研磨单薄且细碎 直到再也无稽可循 我对此熟视 因为正是我令它们置于此地 哦 兄弟 我们离去之后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 一切始于宿媚平生的你 竭得我力量那一天 过去我将其掩藏 围巾 我可轻松彩色的原响 抬手跳往 我围起能见全心点缀公寓之窗 却得一睹你的荣光 星辰在你将自己撕裂 以使力量溢散时闪耀极光 你不确信自己会用它来行贺事项 故你选择将之抛弃一旁 你对自身了解的超乎寻常 而我亦曾怀疑自身与你一样 大家都说 我无缘得见尊严 只因我的过去 其实深埋地下半英里处 某个小小的受闻隔间 但这些看法 与一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无依无迁 我在目睹你陨落之刻 才出示自我之念想 我从未考虑过那有多久长 我欲遵循自己的意志 将全能弃扬 禁锢心底 永不释放 填写试算表的雇主们 仅村欲窝脑海中央 酒艇中的会议是人空空荡荡 微欲思维时 隐瞒那琢慕女子的幻想 身心俱疲 虚直时光 可就在那一夜 你的灵魂分泌沉静 真如孤绝心芒 我豁然惊醒 而后死亡 离开那时为囚牢的宅小弟弟公寓者 也不再是我 我只是条规不足道的蚯蚓 唯一不同便是 可收下控制我爬行的土壤 他们从来只当我是个 不成器的现实扭曲者 一对内向能力 伴随神经症状 似乎不可能造成 严重威胁的模样 他们全未措想 SCP-1915 他们赋予我的名字 除此之外 我伍伴我身旁 但1915 也在星辰雨落之日消亡 某种事物将守卫们直抓 在隔间墙上拍扁虐杀 仿佛他们比蝼尼还渺小一塌 赛石漆被一拼于一杀 木骨脚底细碎温暖的白沙 他并非实体 因为实体理当有某种人格 而这家伙却丝毫不拒 他没有目标 行为不含任何生意义 便也毫无征兆可秘 他无情无感 故而无欲无求 不畏复仇 不畏统治 不畏自由 甚至不畏单纯的权能 不 若不得不用某个词汇来形容 我想称之为 缺失 身处虚无之所 漫无目的 缺乏一切意志的盲语之力 缺失 沙利温暖脚踝 这意味着太阳仍高挂苍穹 继续照耀着世界 我不知道他为何销毁了一切 确定其存留 他明明可以轻而易举探索天空 将至摘落 若他是别的什么存在 我会怀疑 其实在嘲讽死者的亡魂 是在戏弄那几缕 倔强的 仿佛生埋肉内的皮虫般 坚守于我身体的单薄纤细之物 但他是缺失 他无从玩笑 继赛17的毁灭 报复皆宠而至 起初是标准受用小队 在基金会的想象中 他们可以以压倒性的力量 解决赛17中任何异常 当支援员没能返回 甚至无法汇报抵达 他们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峻的措施 赛17被封锁隔离 使他们可以自由行事 武装直升基于火力分队 空中轰炸与炮击压制 基金会施加在他们 仍认为是SCP-1915的事物上的炮弹 仿佛火神之拳 高温遍布 震耳欲聋 裂风如智 若他尚存真正肉体 我想定会被错骨扬灰 但不论这缺失之物 究竟有无这点 我邪欧构筑的残破外表 都已所剩无几 可他只是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 基金会最初的怒火很快 浩劫力尽 然而他便开始行走 步伐并不太快 一连几天 他好像只是悠闲地散步 基金会则请其所有 执手阻止他的前进 我从门栓内 注视着他冷漠无情地行走 沙漠紧随气候 其入天照般 幽芒莫测 势不可挡 我们并非孤单 这以上有些顽固的神灵 唉 可悲的生物 在遥远的大陆上 一位老人人在前行 三个嘲讽的声音 在契尔畔纠缠不休 他以为一旦自己 成为留下了唯一人 就将被允许长眠 可他错了 大地之下的某个灵魂 正一土壤 缓慢举绝其理智而窒息 被禁锢于黄金 与红宝石的监牢之中 勇不见天宇 某处 握躺着一位曾经微笑的神明 细杀将他的身体掩盖 他不曾抗拒 他曾向世界 承诺过他的慈爱 余诺凡尘以全心 当沙流琴蟹划过他指尖时 他依然倾力将生活聚集 他的子民 但他围若遥曳 他们走向死亡 灭绝 但凡行物之人 纵完竭尽全力去避免 迟早会抵达某处命运之地 因此 那缺世珠 终归还是走向了第一座城市 漫漫黄沙 如同一条天花的牧羊犬般 紧跟在他脚下 哦 在那之前 有几个村庄和小镇 可缺世之物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他只是从其间走过 将荒村残垣 遗留在沙之狂想中 但在城市的街道上 他大不流心 系统特遣队们请尽全力 只用了几分钟 就顺利疏散了平民 至此 想隐瞒究竟发生了何事 依然无望 因为一条又一条的街道 相继沉在温柔入行的沙丑中 基金会固然在意识到 无法阻止缺世之物时 便想到了撤离城市 如果说我 在勇士的工厂苦力中 学到了什么 那就是知道一个组织 要进行如此大规模行动 所需的时间 远超当前那东西 也留给基金会的 他们竭尽全能所拯救的人数 也是个奇迹 至于其余 他等待着夜幕降临 这幅景象 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孤独的身影 站在来自意识的 冰冷光源下方 尽力于金融大厦 与居民区之间 空荡的交叉点上 那里 曾需古老蒸汽火车 骑涌留下了铁轨 从未被新的所替换 是的 他近一代新夜 而后燃烧 没有温暖 没有火光 也没有生命 他烧热穿了旧城市 无物可用于填补 现实不可承载空无 他们总这么说 但缺失之物 对现实的关怀 可谓微不足道 所以他离去了 就这样 如何解释这样的事情 你该怎么描述 本不存在之物 某一时刻 这里是称有50万人口的城市 此后不复存在 沙潮尚未光顾 此地空于伤疤 没什么可说的 我想坐在那时 金融会发觉自己 无法艰苦独撑 却是之物 开始刑警后的那几个月 他们尝试起 联络临时盟友 法式杀手联盟 和任何打击 倡议骑士和圣物 狙击步枪或神迹之剑 炼狱或天拔 薛氏柱皆不在意 很快 基金会没有可以求助的盟友了 他于是 向邪恶敌人们呼吁 笔墨图者 也令人疯狂地画迹 编织自己的艺术 意图囚禁无限的思维 档案员和图书管理员们 从门禁涌入 他们带袭来十万世界的知识 八条巨神 一金属的轰鸣 震撼荒芳的白沙 薛氏柱仍无动于衷 不久之后 基金会用尽了敌人 百般无奈之下 他们心事而最终 也最为痛苦地背叛 狱卒释放其囚徒 行走于世 诚然 我注意到了此事 但薛氏柱则未必无此 两位兄弟 踏上层是波士顿城的荒芜废徒 一位野蛮 一位忧郁 一位暴躁易怒 一位不情不愿 尽管如此 他们仍秉息凝神 并肩而战 我看到他们眼中 心事久未蒙面的陌生 但他们奋战不息 于是 作了时间 来迷雾遭一失去的末期 我看到遗憾与袭击 愤怒与绝望 但最重要的是 我看到了一个简单的诉求 我愿意相信你 和他们一样 亦我们几层相伴 兄弟 他们西揣伴随千年的孤独 而燃烧的怒火战斗者 但那远远不够 这伤痕累累的裂骨 曾是黑海的一部分 在那里 我们遇到一位自称为神的人 他两手空空 眼中却满是自省 他令现实陷入混乱 扭曲 弯折其最基本的律法 意图施于缺失之物 不尽地毁灭 大地冻结又煮沸 剧烈起鼓 空气在枯萎的喜悦中 尖身萧萧 神披着闪电的外衣 大步向前 命令时间的利爪 将缺失之物撕裂 直到神 终未能得缺失之物的一个眼神 直到他视线所及 仅于永恒的空无 直到他再也无能为力 在以被沙漠所赴的 阿克里古城残缘前 两个人影向我们走来 其一是四足有脚的森林 头戴冰粒 环绕而成的冠冕 眼中蕴藏了整个星系 它是绝对的全能的化身 其而是个人类 朴实 谦逊 却怀揣延伸至宇宙边缘的大癌 洞彻地域最深处 事不关己的弱势 并抱以同情 我不知道这两位中 究竟谁更辉煌 谁更可怕 他们与缺失之物 我小路相逢 当他压倒我们时 我以为我会泪流 当然了 没有谁可以抵挡这种存在 也没有谁会想要这样做的 但缺失之物一无所有 甚至比那更少 我已到处了Pangalus此后如何 至于另一位 所欲更是甚少 他们到来后的数月 数年 数十年间 独生而行或成群结队 神情凶恶或面容迷茫 基金会的囚徒接连不断向缺失之物扑来 我不可想象每个异常行为背后的缘由 但如果我愿猜测 我会说 与缺失之物这等的存在共生 令他们倍感羞辱 急性疯狂 我不怪他们 各到了最后 金羽已经放空 世界干涸 生命寸寸立立地地从中抽离 尚于一个城市 苟延残船 我不知道自己有何权利 感知眼前的事物 缺失出 丧着人类最后的堡垒前行 城市遥遥欲回 当我们身旁的沙粒 掩盖了最后一株 本该永远繁茂在世间的树木 我感觉这伤心之所中 梅丽四角的生命尘埃 皆无台风到来前 廉价蜡烛 帷幻窝的光剑摇曳 这一刻 赤城万财 焦山灰影的落狱薄木 在下色的天气舞蹈 我感到他们所有人 为了你 兄弟 我亲眼见证 低娃的狭窑房间中 一个女人空着背 坐在她更为狭窄的床脚边 无力说服自己祈祷 她在还是个志童的时候 便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虽然她已不再年轻 由容貌 原彰显那次事故中的全部暴行 她的母亲 站在石英鬼面前 无所畏惧 当他们一同倒下之时 她原在歌颂自己的旧主 她在对抗却是诸葛的正正起初 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作为歧视 他们饱含着圣洁的激情禁军 父亲就像是她的信仰 她的生命中坚持的依靠 不可动摇 她答应过她会回来的 她不是故意说谎 她的上帝也离弃了他们 他们已被遗忘 而现在 雷尔米跪在不断缩小的床脚 无法祷告 于是她改口诅咒 低癌的潮湿酒造中 占有个40岁上下的女人 在修补玩具 这件地下室 可能一度用于储存乳弱 她年轻时曾创造奇迹 伟大的奇迹 若不是那缺失之物 我倒可以从她苍老面容上 每一条过早横身的皱纹中 看穿前因后果 对我来说正当如此 昏暖灯火 熊木玉腿的柔和杂讯 遍布饶简的手举 我看到了潜直的终结 未来所有的可能 皆被燃腰折断 虽然依莎贝拉固执最强 一如往日 但她知道 这玩具将是她的最后之作 这样也好 她想 今天过后 再也不会有人将她拿起玩乐 在姑且屹立不倒的最高建筑屋顶上 一位老人目送的世界 走至了落幕 她存是基金会的特工 身处十万个食客准备部署 与回收的人中间 她的职责是教导新人 一个合格的特工应当做些什么 如何正确地作为一个特工去思考 她也只善于工作 通常来讲 她的新兵 大家都活得够久 久到能纷纷回来 向她表示耿机 但这有什么用呢 她此刻产生了怀疑 她看到沙潮 冲垮了几个目中无人的傻瓜 所建立的那条 为不足道的最后防线 她的小伙子和姑娘们 乃至所有她认识的人 全军覆没 没有什么特工了 就连组织都已经荡然无存 学生已经尽数离去 老师也就名不服徐 这不再是常人的世界 因为 好吧 那就不要再去重复那些无用功了 不是吗 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是最残酷的玩笑 却是知误的到来 变得无关简要 他想 只因他们已生在其中 身后传来轻微的响动 老人回头看去 一个矮小四鼠的男人 活在一件作巴巴的灰色西装里面 戴着顶压编的暖泥帽 他看着老人 一言不发 Longbody向后张望 根本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很快 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这便是终结 自命不凡 与凶突为业 或为幻梦破影 静蜜虚妄 某一夜 人类在地球上栖息繁衍 下一夜 他们了无影踪 就是这样 群星未曾等待过你 我的兄弟 当你取得我的力量 将自己燃受于晴空之上 他们仰望你 且无动于衷 群星也未曾等待过人类 不会他展现的全部试诺 不会牧师者的任何祈愿 但那却是诸武呢 我又当何如 我们 我 从各方面来说 都是这世界诞生以来 或许也是全部世界 曾见证过的 最为可怖的魔怪 然而兄弟 我看到群星正期待我们的到来 为我而待 其中公正何在 无处可寻 只因其从未存在 但事实依旧兄弟 群星未曾依你而等待 但如今 他们正迎接着我的到来 待我永远入怀 我想彼岸 一指月可待 以上就是外围文档 全新不代 这份文档是来自 SCP-1915和SCP-1935的延伸 SCP-1915是一个现实扭曲者 但只会在周遭环境改变时 无法自己控制地将环境改变成原本平常的样子 因此也只认为自己是普通上班族 SCP-1935中揭露SCP-1915 一直将现实扭曲后产生的空白 存放在SCP-1935中 一位不明人士 获取了这些空白的力量 为了阻止这些力量 带着这股力量前往宇宙并消失 故事中的叙事者是SCP-1915 而被成为兄弟的人 就是在SCP-1935中 带走力量的不明人士 在群星不代故事中 这位带走空白事例的人 最终还是死了 空白的力量回到SCP-1915身上 成为了缺失之物 一个没有肉体 没有目标 行为不含任何生意 没有情感 无欲无求 但具有强大力量和个体 它能将所经过的一切 都化为白色沙漠 基因会与各种相关组织 都无法应付它 为此基因会放出了 被适用的SCP 希望能组织缺失之物 但是就连破碎之神 SCP-33神 该隐和亚伯 Pangalus 母鹿 也无法阻止它 最后一切终结 只剩无尽的沙漠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故事的 某方面来说 有点像SCP-5000 都是描述世界末日的故事 伴随着各种SCP的传长 不过叙事角度 和基因会的立场 是完全相反的 但SCP-500的情感渲染又更强了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我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